等一下 先冷靜一下好不好 剛剛唱歌前面站起來跳舞 已經快要當夜店了 真的 我現在是把他當牛郎店嗎 蛤 沒有啦 他們是要他脫掉 我幫他縫一下啦 是 這麼可憐 他破成這樣了 不是啊 他這個 有點像綠巨人 浩克要發作的感覺 對 但是你這個破 你向後轉我看一下 向後轉 後面 後面沒破耶 對 後面沒有破 前面破 以我們經驗法則 應該後面會破 前面不會破 不是 真的嗎 那你這個肌肉這樣子半影半線的 是不是要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是 脫嗎 脫 大家有福利了 脫掉 你冷靜 好厲害 好厲害 陳毅十足 天啊 不得了的 OK 不得了的 你看那徐景淳 哇 多興奮啊 回之瘋狂啊 現場觀眾也都失控了 真的熱鬧多了 你是看上一次樂妍那個 然後得到最高分 所以你今天拚了就是 拚了 因為他已經記一張黃牌了 對 這很危險 我為黃牌打拚一下 那個樂妍上次呢 揭開胸襟之後就獲得第一名 所以他今天敞開心胸 對 沒關係 兩位表演真的很精采 而且一級比一級進步 謝謝瓜哥 待會兒要評審來講評 我們留一點時間 觀眾會可以投票ABB 對 趕快把握機會 希望你可以得到大獎 是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聽評審如何講評 休息一下 好 回到實驗場 接下來就要交給我們評審來做講評 是 這兩段精采的表演 首先請到薛忠銘老師請做講評 好 首先是樂妍 樂妍今天是用一種March Band 就是小鼓 小鼓這個鼓號樂隊的方式 來做一個整體的表演 唱綠光 我記得孫妍之唱這個歌呢 其實他也是 之前他演唱會 我記得他有一個也是用鼓號樂隊的 但他那時候是個指揮 拿個指揮棒來做的 跟你今天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你今天這個整體的表現 非常漂亮 尤其是整齊很重要 我覺得表現出來是很整齊 鼓的這個架的落款的這個位置 落得很漂亮 我覺得很棒 那今天這個唱歌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唱歌 因為這個歌其實速度有點快 因為速度就非常快 所以你在前面唱歌字的時候 你難免會稍微趕了一點點 所以有點稍微緊張的一點點 比較快 而且我覺得其實小賀老師 其實那個被活躍要稍微訓練一下 要不然這樣這個 唱歌會有點太兇了一點 這一點我覺得你要注意一點 要不然這樣會非常不錯的 好 加油 加油 謝謝老師 我覺得 有時候給選手一個黃牌 當然還有有刺激的作用 羅平今天就做到了 OK 我覺得你今天跳舞的那個 肢體語言跟這個唱的 好大力量來 這個好大這個力量你就做得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肢體語言做得非常非常的協調 我覺得這個肌肉的 雖然你最後才脫掉你的衣服 有點可惜 那個分數已經打出去了 這樣子 沒有辦法幫你加分 但是今天唱歌唱的這個琴 這個台語歌 我覺得這首歌就唱得非常好 因為這個咬字第一個很不錯 第二個你不會因為動作很大 而失去唱歌的那個態度 可惜就是在後面 我覺得你其實可以 那個握大那個力量 再唱Rock一點的話 會更有更有的態度 不過你今天就唱得非常棒 厲害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洪津洋老師請 好 我要先說羅平 今天你把現場的這個氣氛 已經帶到最高點 我就好像在看演唱會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也變成你的粉絲 好 謝謝 謝謝 我只有三個好來形容你 好聽 好看 好有氣勢 感謝老師 所以基本上你今天真的是擺脫了 上個禮拜的陰影 那剛剛這個老師講的 就是黃牌對你的壓力真的很 威脅很大 所以你今天整個選對歌 整個在唱的氣勢 跟整個的氣勢那種 營造出來的那種演唱會的氣氛 真的是都把我們融化了 當然我覺得回到樂言的身上 今天是擺脫上個禮拜 那種狂野性感的路線 反正今天有點像小清新 今天非常的好看 就是你打鼓跟幾個dancer出來 那我覺得今天 唯一有一點點比較可惜 就是因為這個March Band的這種東西是 你一定要有節奏感 但是你今天的唱歌 會比較跟這個節奏有點脫離 可能你自己 如果有機會去看的話 這個點一定要唱得準 那你整個表演的氣勢 就是包含跳跟唱就會一氣合成 所以有點可惜 不過我覺得兩位一開場 就把我們的氣氛都搞得很熱 很棒 謝謝老師 感謝老師 真的是 老師該讚美又讚美對不對 不過剛剛的角度是站在兩位男生的立場 我覺得比較不公平 我們來聽聽那個女生的看法如何 因為剛剛徐景淳非常陶醉 幾乎都忘了她唱什麼歌 來我們徐老師 好我先說女生 我覺得樂言表現得非常的賞心淵魔 而且你的那個個性裡的直率很可愛 我覺得挑對歌很重要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是適合你的 然後我覺得你的走位呢 都在對的時候都有到走位上 其實就獨缺一個東西 就是過程裡的韻律感 如果韻律感可以在你的身體的走動當中 還有你的唱歌的那個律動當中更精準一點 慢慢練 好以後K歌常常唱這首 那其實呢這首歌是適合你的 而且造型很漂亮 那我覺得女生的感覺非常棒 那羅平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你今天的表現 要表現出你人裡面的一種性感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的明星隊 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特質表現出來 你們兩個選歌都做到了 那羅平呢 在這一首歌裡面 我覺得你更大膽一點 然後你們兩個 其實今天這首歌都屬於比較念歌的感覺 還沒有那麼旋律性 其實都很適合你們的聲音的那種調子 所以我覺得羅平表現得非常有律動感 我感覺到 如果我們台灣要拍寶萊巫式的歌舞片的話 你絕對是很好的人選 非常有名 印度王子 而且羅平啊 比較吃虧你知道嗎 看他們有什麼小賀 春花夢樓 這個加油團 羅平你看看 今天都沒有加油團來了 有 有嗎 有 來 歡呼一下 歡呼一下 羅平再給我們特色 羅平 羅平 謝謝 真是 馬上有粉絲 對 感謝 馬上來看他們兩位的分數 首先我們看王樂妍這首 綠光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王樂妍在這個階段可以得到幾分呢 70 80 90 90 90幾 90 聽下來的小數點繼續在討 90.2分 謝謝老師 謝謝 你看又進步了 每一集每一集都進步 學入逆水行走 不進則退 接下來看羅平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我們的印度王子 可以得到幾分呢 70 80 90 90 91 91 91 小數點持續在討 91 91.8分 非常高分數 真的有力 所以你看看 真的黃牌激勵了她 她今天如果有幸跟衛冕者挑戰 她的黃牌就拿掉了 樂園上禮拜就拿掉了 對 現在90.2 91.8 我想在座只剩下兩位都在擔心 好緊張 放心擔心會不會掛黃牌 介夫擔心能不能拼過91.8 對 那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還有更精采的內容來